大家好,我是冒地气的老顽童赵通达 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火龙果 好像现在因为这个南北的运输啊什么的都方便 不像过去我们北方人吃个橘子香蕉都吃不到 那么现在各种水果都很多很方便 所以呢我想我们北方的人也会经常吃火龙果这种水果 那么这个火龙果呢它的生长还有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应该是南方 但是在我们中国内南方应该也会有就是校车 送学生回家了送学生回家的校车 那当地的当地的一些小孩子读书啊就是这个车来接送啊 这个火龙果它的生命力也太厉害了啊 来我们看看这一家这个火龙果啊它现在因为它长得太多啊 就经常要把它修掉啊现在它把它要把这个修的 用这个车推了拿去扔掉吧可能是这样 这个东西它那个刺啊也是很扎人的啊 这个 它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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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这个是它的一种根须 它呢可以到处爬啊 浮着在 它能够 够够的到的地方它都浮着在上面 比如说石头 墙壁 那它就这样爬上去了 来我们看看它 啊 看看它的根 就这样浮着在墙壁上了 你看 啊 这是火龙果的根 啊 这是火龙果的根 这样浮着在这个墙壁上 就这样生长 这一颗火龙果你看它 发出了多少 看看它的根 它的根 这一颗 啊 这一颗红龙果发到这一样 发出了多少 啊 因为它长得 发得太多太厉害了 所以它主人就 就经常拿刀来砍它 把它砍掉 然后 拿去扔掉 我们看它的根绪 它的根绪 就这样生长 这些 它这个刺一扎人啊 啊 这边呢好多人就在家边的墙壁边种这个东西 啊 它还能长果实 另外呢它也防止人爬 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刺 啊 因为它有刺扎人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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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它从这里啊 从这里栽种了以后 啊 从这里爬过来 啊 这里上了墙了 那个厕所啊 这是一个厕所啊 上了这个厕所的墙壁了 啊 啊 然后呢 啊 从这边它又过来 从这里过去 上树了 啊 爬到树上去了 啊 以后这 这棵这个芒果树 可能要受它的气了 那么它爬上去以后 这棵芒果树也是要遭殃的啊 你看这个芒果树 结芒果来引到啊 你看 从这里 爬到树上去 啊 从这里 像墙壁 啊 它的根是在这里 然后 长到这边来了 你看 不管是木头 是墙壁 还是石头 只要它能够爬上去的地方 它就浮桌在上面了 好 你奥拜补给带呢 带啊 啊 这奥拜听了 嗯 妹妹提补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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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奥拜奥拜奥带来给带呢 嗯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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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哦 带来来 哈哈 嗯 这个 我们看看吧 这位就是我们这个村子的村长哦 嗯 嗯 因为她的老婆 安倍凡是我老婆的侄女 所以说 她得跟我叫姨父 哈哈 嗯 哎 好吧 这一段给大家见识见识又认识一种啊 大家认识一种这个植物 我看 这个它是已经爬到墙上去了 然后把它拉下来的 不让它往上爬啊 很像是 这个主人不想让它往上爬上爬进去 这个主人不想让它往上爬进去 最近呢很快就要选举 这个县议会大概就相当于我们 我们的这个村民代表吧 啊 呃 县这个村子里有村子代表 呃 县里有县代表 县里有县代表 县里有县代表啊 啊 好吧 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 厚龙果 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